大家好,这是老陈 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聊一聊天使投资 就是天使投资人吧 天使投资啊,我们在网上 如果你来搜索,如果输入中文的天使投资人 或者是英文的Android Investor 你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讯息 我在这儿呢,就不想重复这些谷歌上 我们能搜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了 知乎上它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大概得看了一下 其实,加拿大的天使投资人 跟咱们中国的天使投资人 都差不多多少,至于天使投资的定义 我也不想再重复 但是想大概的提一下,就是 投资人啊,他有一定的情怀,他不一定 非得要求你能够 给他带来多少的回报,他呢,就是想见证一下 你的成功,这里头多少有一点点励志的成分 我们就拿加拿大来说 现在我们大家提起一个人来 可能是如雷贯耳啊,那就是西林吉昂 西林吉昂最早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天使投资人 而这天使投资人是谁呢?就是他的父母亲 他的父母亲为了让他 步入歌坛吧 把自己家的房子给卖掉了 你想,把自己家的倾家当产,把房子卖掉 扶持自己家的孩子 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去创业 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天使了 所以人家在解释什么是天使投资人的时候 很多人把自己的亲属 亲朋好友也算在里头去了 那些亲朋好友,尤其是你的父母亲 在给你投资的时候 可能就想见证你,把一件事情给办成了 至于你赚不赚多少钱 当然赚了是更好了,你赚不到了 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介意 一些陌生的天使投资人 其实也是跟父母亲差不多 他们呢,当然你能赚来钱给他们回报 他们再去扶持更多的创业者 然后看到更多的人的成长 然后呢,让他们得到心理满足 当然更好了 但是更重要的 他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有的是钱 他也没有精力去折腾了 他呢,就看着你去折腾 看着你去折腾成功 或者是你即使没有折腾成功 但是你折腾出来一段可歌可泣的 那种故事 所以,足以感动人的那种故事 他也是得到了满足 他呢,也就那么认了 所以,做天使投资人 从各种心理上,从个人的物质上 也是需要有要求的 现在问题是,很多的人 他把自己叫做天使投资人 其实他并不具备心理上 或者是经济上,各方面的条件 让他去做天使投资人 所以呢,问题就是 这时候就出现了 就是我们这些创业者 找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天使投资人 那个人说,他就是天使投资人 完了,他就借给你钱了 你就去操作 你也做得挺认真 但是你原来想的那个事 或者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个 新冠肺炎 或者是因为战争 或者是因为自己 或者是因为市场技术 各方面的变故吧 你这个投资 你这个创业 可能进行不下去了 这时候你就想撤出 而你想撤出的时候呢 那个天使投资人就说 不行,你得倾家荡产 把这个债国还上 那时候你就还不上了 这样的问题 你在谷歌里头去搜 这样的故事 是比比结实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来 我们要投资 我们要创业 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情 你要想找天使投资人的话 你可以找一些 就是从谷歌上搜 然后找他各种各样的一些介绍 然后你就去找他们 一个一个去联系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个呢 也不是特别的有效 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找自己的亲属 找自己的朋友 或者找自己的老师同学等等的 你说服他们 就是你认真地要做这件事情 当然了,人家也要有钱才行 有钱就见证你的成功 见证你的拼搏的过程 从第三者 就是你完全跟你没有关系的里头 你看我前一段 前一个视频 我介绍过的BDC银行 它也有这个介绍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发现天使投资人 我们现在把这个网页给点开 点开这地方你就能够看到 就是 9 steps to finding angel investors for your business 就是你要找到天使投资人 这里给你推荐了9个步骤 你慢慢地去找自己的天使投资人 你看,前面它就大段地介绍了一下 不过天使投资人通常都不会给你很多钱 给两三万块钱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他们就是说 人家就是说 准备就拿那笔钱打水漂的 但是,只要你认真 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对我 就行 你不要拿了钱了 你去上赌场去玩 或者你吸毒去了 或者你到加勒比海 你去晒了两三个月的太阳 你就回来了 这都是不行的 你要经过一段时间拼搏 才能够行 所以呢,他们通常不会给很多很多的钱 好,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也忘了是不是说过了 我在这儿再重复一下 这就是九个步骤 我们大家都懂英语 因为移民了,也比较简单 就是自己把它看就行了 第一步,假如说 make sure your company fits the profile 这个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天使投资人 他在给你投资,让你去实现梦想的时候 他也要做一些评估嘛 你是不是真的在做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成这个能力呢 就包括你的智力,你的脑力,你的体力 还有你的意志力等等 各种各样的力吧 下面这些呢,我就再不用念了吧 get your business ready啊等等 这就是技术性的了 找你的investor等等等等 他就给你讲了这些 所以呢,我现在推荐朋友们 你如果想在加拿大 找这个天使投资人 你把bdcd这几个步骤看一下 然后呢,你在自己周围再了解一下 我这回来电话了,我要停下来了 那这期节目呢,我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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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